第四个呢 我们讲完了日本 我们来看日本旁边的国家 韩国 韩国呢 最近一个新经济的公司 Kakao 这个名字听起来 就是像台湾的Momo一样 就一个很可爱的名字 这个创办人呢 这个人叫金范珠 他现在变成韩国的首富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今年这家公司呢 就是股价暴涨了89% 这个公司呢 你讲的真的很令人 这个就是韩国的这个Momo 就韩国的Momo 他的创办人居然是可以变成 亚洲首富 不过Momo最近的股价 也是涨得不得了 那但是呢 这个韩国的这个 他居然比三星 就等于原来最富有的人 还要来的富有 这个就像是一个 举例来说 就有一个做 新创公司的人 他的财富超越了郭台铭 就是这个意思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家公司是在2006年成立的 他一开始是做个行动通讯 后来开始做到支付 银行 电玩等等 他目前呢 如果根据 这个就跟日本的这个软银 很类似 他已经是南韩第四大的上市公司 目前的市值 有580亿美元 而且那他是这个 韩国的这个首富 那我们现在 我的观察呢 就是我们如果看到 日本韩国 有很多的新经济公司的 新企业 这些新经济公司的 市值都是暴涨 那台湾呢 就没有那么的好 那韩国呢 这个就是独角兽啊 是特别的特别的这个多 这个是优优独角兽